这个小伙很厉害 因为酷爱吃卤猪肘 专门去饭店给老师傅当了三年学徒 不光学会了手艺 还因此胖了二十斤 学成归来的小伙就在老家县城开了个猪肘店 制作猪肘的第一步就是把猪肘子处理干净 然后放进卤水锅里纹火慢炖 锅里头的卤水黑悠悠的 仿佛是黑暗料理 可他却解释说 这是采用三十多种药材和香料熬制而成 所以汁水才会如此黑 这个卤猪肘好不好吃 靠的就是这个卤水汁 这可是他被老师傅当了三年学徒化来的 在别家绝对吃不到这种口味 经过五个小时的细火慢 猪肘变得色色红润 软糯Q弹 看着十分诱人 小伙把猪肘直接拿出来放托盘上 放在旁边晾凉20分钟 然后拿到小店门口摆放成其 卤好的猪肘降香浓郁 软糯Q弹 对于每个钱来购买的时刻 小伙都会告诉他 不需要再撒制其他调料 会破坏他的口感 要吃他的原汁原味 这样的一份卤猪肘售价99元 应价格实惠 每天一开店就被抢购一空 小伙没想到做的卤猪肉如此受欢迎 随着店铺越做越大 小伙后来干脆开启了直播 每天下单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小伙除了每天做猪肘 还要将做好的猪肘打包发黄 发给网上下单的顾客呢 小伙做的卤猪肘吃起来肥而不腻 越吃越有嚼劲 被眼尖的顾客发现伤机 都会私下商量和伙加盟 但小伙都拒绝了